哈喽,小朋友们好 我是小猪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旁边是我美丽的妈妈 哦,我还有一个胖胖的爸爸 好了,快来看看我们今天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吧 乔治,不要闹了 你看,这都急电了呀 怎么还不去上学 是啊,乔治 你看,我早就去上学了 而且我不哭也不闹 去学校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可是我有点害怕 我没有去过学校 我不知道学校是什么样的 万一学校里有坏人可怎么办 不会有的 你放心吧,乔治 你看,姐姐佩奇都上学上这么久了 她不是一样好好的根本没有什么惠人的 而且去学校还可以认识到很多的好朋友 还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呢 对呀,学校可好玩了呢 嗯,真的吗 但是我还是不敢去 要不这样吧 妈妈妈妈,你今天送我去上学好不好 嗯,送你是可以 因为呀,今天是你第一天去学校 妈妈今天可以送你 明天,以后都不可以咯 你要自己去学校,知道吗?乔治 嗯,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妈妈 你就今天送我吧 就送我这一次 我保证好,以后都自己去 好不好 好,那我们走吧 那乔治 还有卓妈妈 你们路上小心 嗯,要小心哦 乔治 快看老师都出来迎接你了 嗯,老师 早上好 哦,你就是乔治嘛 真有礼貌 早上好 嗯,我就是乔治 好了,乔治 妈妈已经把你送到学校了 那我要走了哦 在学校要听话 嗯,我知道了 妈妈,妈妈再见 放学记得要来接我 好的,好的 放心吧 快跟老师进教室吧 嗯 那老师 乔治就招给你了 我先走了 放学再来接他 好,猪妈妈 你就放心走吧 哇,巧克力兔 你快看 我们今天来了一位新同学 他好像跟我们不一样呢 哦,我看到了 刚刚啊 听老师说 他好像叫小猪乔治 好了,乔治 快跟我进去吧 叮叮叮叮叮叮 好了,上课零星已经下了 快点下来准备上课了 哦,上课了 快回座位 赶紧坐好 诶,巧克力兔呢 又在上面 巧克力兔 快下来准备上课了 啊,上课了 那我现在就下来 好了,现在都做好 今天啊 我们帮来了一位新同学 他呢,叫做小猪乔治 好了,现在让他给你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嗯,小朋友们好 我是小猪乔治 我喜欢跳舞、唱歌和打篮球 嗯,很高兴认识你们 哦,你是乔治呀 你好,你好 我叫巧克力兔 你好,我是草莓兔 好了,乔治 你的座位在草莓兔的旁边 过去坐坐吧 嗯,嗯 好了,继续上课课的提问 1加1等于几 谁来 嗯,老师我会 1加1等于2 嗯,巧克力兔很棒 那我再出一个 4加5等于几 啊,老师,我知道 4加5等于9 嗯,很好嘛 那这回老师出一个比较难的 我们上节课呢 就只学了10以内的加减法 这回啊,我出一个难的 12加15等于多少 哦,12加15 这个好难啊 数好多 哦,啊,是啊 这个,嗯,等于多少呢 老师,我知道12加15等于多少 哦,乔治,那你来说 等于多少 12加15等于27 哇,答对了,乔治 很聪明吗你 哦,乔治好厉害呀 哦,是呀 乔治,乔治,你好棒啊 这么难的题 你都会 嘿嘿,这个妈妈之前 姐姐教过我 所以我知道 嗯,乔治 你看,你呀 是我的同桌 以后我有什么不会的题 可以问你吗 当然可以啦 我们是好朋友嘛 嗯嗯,乔治,你真好 还有我,还有我 我不会的 也可以问你们 乔治 可以可以 都可以的 乔治真好 好啦,课前提问呢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讲课啦 好啦,小朋友们 今天呀 乔治第一天上学 好像看起来很成功啦 同学们和老师都很喜欢他 怎么样,觉得我们的视频有趣吗 有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哟 好啦,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